立法会选举投票将会产生全部70个议员 截至上午11点半已经有超过41万人投票 投票率11.05% 低过2012年选举同时段0.29个百分点 地方选区方面只有港岛区 香港岛的投票率高过上届同时段 投票率有11.43% 九龙东和九龙西的投票率分别是11.29%和11.45% 新界方面 新界东是地方选区里面投票率最低 只有10.66% 新界西的投票率就有10.85% 至于超区 俗称超级区议会的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 投票率10.94% 也都低过上届同时段 选举委员管理委员会说 截至上午9点收到186宗和选举相关投诉 多名的政府官员都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太太同清宜 去到港岛一个票站投票 梁振英呼吁市民踊跃投票 在我们的选举法律下是没有选选机制 所以在选票上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合资格的候选人 我相信选民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的 选民是不需要人家教他们是怎样投票的 多个政府官员也都去到所属的票站投票 过去几年我们见到议会上的纷争 是不断加劲 也都不断地来号 有时候一些去开拓经济 改善民生的建议 都是被长时间的延误 或者甚至是无疾而终 面对这个现象 我完全理解部分的市民 是感到很失望和是无奈 但是正正由于这个现象 我希望每一位登记的选民 都要珍惜他手里面的选票 是今天出来投票 而全国政协部主席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去到票站投票 认为香港需要理性和建设性的立法会 我就带了一个很沉重 很严肃的心来投票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是面对着很多 很严峻的挑战 影响了民生的拉布立法会 还有呢 是一个剥削了我们 在2017年本来有机会普选特首的 一个立法会来的 想起来我其实是很痛心的 选民要带身份证明文件 按投票通知卡上的地址 去到所属的票站投票 在议会里面 讲一些比较 对整个香港的发展有进步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我们比较停滞 我觉得自己因为很多东西好像走不下 所以希望平衡一点 不要一边 会不会学校越来越染红呢 我们家长很多都是极力 是很担心和反对这一件事 因为都希望他们有独立的思考 就不希望那么容易受到一些东西洗脑 票站将会在晚上10点半关闭 而全港560个投票站 将会转为点票站 又怎么算地方选区的选票 无线电视机者陈日思报道 我们记者蓝海盈 在港岛区则鱼冲一个票站 早上多不多人投票呢 在则鱼冲社区会堂这个票站 接近中午时间明显多了人来投票 根据票站每个钟头公布的数字 在刚刚12点半 有1683人来投票 在中午时间 每个钟头 差不多有400多人来投票 其实今次港岛区的选情 被上一届激烈了 因为议席少了一席 只剩6席 但是参选的名单就多了 有15席 有15张名单去欠6个席位 说回如果市民来投票的话 记得一般人是一人有2票的 除了一票是地区直选之外 另外大部分都是超级区议会的选民 另外就是传统功能组别 记得投票时间是至夜晚10点半 我们会继续留在现场 跟进住最新情况 先交给新闻部